滑球 讓王慧成打成一二壘的滾地球 直接用手套來做接傳 結果葉宜成說奧鬥 李宗賢 手套都不要了 我要的是出局數 這個 但中心這邊當然是一定要來挑戰的 這蠻少見的 因為也知道 如果再轉手的話一定抓不到 所以李宗賢這時候 決定要直接用手套來做拋傳 接球沒有問題 這次直接一甩沒有想到 連手套都甩得出去 他拋的那個球的路徑 到底拋成什麼樣子 必須要說剛剛都被這個 手套吸引走的目光 所以反而沒有看到球到一壘的時間點 中心兄弟這邊要動用到 今天第二次的挑戰拳 希望能夠保留住王慧成上壘的機會 看起來很接近 球的方向甩對 但如果這個角度的話 王慧成好像是快了一點 可能你戴手套這樣甩 速度沒有辦法甩得很快 方向是對的 但是速度沒有出來 對看起來好像是腳比較 稍微快一點 我應該給李宗賢要肯定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有創意的一個想法 把手套都甩出去了 可能也沒有想到是這樣的結果 應該只有想要把這個球甩出去 手套還是帶著 但沒有想到這個情急之下 這個趕快出手 連手套都飛了 紀華先生是比出了安全上壘的手勢 所以中心挑戰成功 那幾乎上會給王慧成一隻內野安打 好 我盡力了 好 我盡力了